你就是唐三藏 我听爹爹讲过你的故事 不过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原来也是故事里的人 告诉白狼带着小语去找唐三藏去西天环京 这个时候玉疯子追了过来 天狱手利用最后的力气抵挡了玉疯子 天狱手也把自己的龙魂传给了白狼 自己也灰飞烟灭了 这个时候玉疯子再次杀来 三两下就从白狼手中抢走了奇经 白狼看小语有危险 扑上去一口咬掉了玉疯子一块肉 趁机夺回了奇经 白狼想要逃走 被玉疯子的灵魂宝塔给困住 本以为白狼会被宝塔抽干金气而死 没想到白狼体内的龙魂爆发 直接撑破宝塔逃出来 玉疯子也被咬伤 玉疯子还想再次动手 身后飞来一把大刀划伤了玉疯子 原来这是阿修罗族的地盘 阿修罗族和天众是宿敌 玉疯子看到阿修罗族人就想逃走 被阿修罗的小孩们给团团围住吃掉了 这时阿修罗王赖到了白狼面前 他看到白狼手中的奇经决定放了白狼 白狼带着奇经逃出了森林 他下定决心要把小语送往西天极乐世界 逃出生间的白狼带着奇经找到土地公公 向他打听唐三藏的项落 临走时土地公公还把自己的私房钱给了白狼 历经长途跋涉白狼来到了长安 人类的世界让他感到好奇 他打听到唐三藏的项落 来到了这里最豪华的酒楼 唐三藏正躺在这里休息 白狼恳求他把小语带回西天 结果被唐三藏一脚贴了出去 随后他还狠狠教训了白狼 这唐三藏长得人高马大 白狼只能挨揍 唐三藏看着躺在地上的白狼 想起了自己的徒弟孙悟空 这个时候有一群百姓跑过 说附近有妖怪 原来是帝是天坐下的紫贤金刚 来追捕白狼 两名手下想从白狼手中抢回奇经 紫贤金刚劝三藏法师不要多管闲事 唐三藏从西天取经后 获得一座金山的奖励 从此便在长安城享福 但是他过得并不开心 这边两名手下想杀了白狼 白狼爆发了龙魂的力量 干到了两名手下 紫贤金刚亲自动手来攻击白狼 白狼毫无还手之力 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白狼只能再次求三藏法师救奇经 结果唐三藏转身躲进了酒楼 回到房间唐三藏痛哭了起来 他想到当年自己对悟空见死不救 这让他一直牺牲内疚 这时奇经幻化成小语来到唐三藏身边 小语告诉唐三藏 自己常常听附近讲起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 但那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也是故事里的人 好了 本期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期我们接着讲 唐三藏大战自选金刚